这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什么年跟 比如说你几年我五年好了 OK 利率的话呢 也许我3% 但是他希望怎么样 可不可以快速的 帮我把这个表格给画出来 这个表格 比如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 一般要怎么样快速的 把这个表格给画上去 也许我需要的表格是这样的 也许所有的框线 类似像这样 有个实框线 好 那将来如果要利率的话 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或者是说 可能不只是实框线 我可能是需要怎么样 加个颜色吧 比如说其他框线里面呢 我可以加一个 比如说红色的线 比较醒目 然后外框跟内框 都一样是实线 类似像这样子 那可是问题这个动作 以往你都要手动去把它完成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又变换一个年 假设变成八年好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变成八年那怎么办呢 你势必需要怎么样 再把旧的框线范围 做一些调整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可能要先把这个范围 先把它变成没有框线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的 再把它变成什么 有框线 框线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也是一样 变个颜色 然后外框线 内框线 按确定 选错了 假设是有把它加框线 那不对啊 可是你每按一下 你又要再调一下 实在是非常麻烦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啊 可以快速的怎么样 把框线加上去 针对你要的范围啊 自己帮它加个框线 或者不见得是这个范围啦 也许是一个储存格 或者某一个你可能要 让它比较醒目的储存格 或者范围啊 都可以这样做 那这一题啊 我想延伸性的 因为为什么会想到这 因为之前啊 在前面几期啊 你们在云端白板里面啊 可以看到有一个范例 是其他补充范例 那刚好有一个同学啊 他来学这个课之后呢 他为了要证明 他真的学会了 所以呢 他回去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他就真的在入门里面啊 他就真的回去呢 做个练习 这个在宴会牌桌 这个框线物件啊 所以你们等一下要找的话 可以从这边找范例档 那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范例档 还有就是 怎么做框线的范 这个程式嘛 那这个同学啊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认真 他回去之后的话呢 为了要把我们所学的验证 他就做了 一个练习 这个地方有两个table 两个那个工作表 两个许子 那一个工作表呢 就是list 就是有多少的 验课的名单 包含他的姓名 还有他的关系 他应该做几桌 还有他是大人或小孩 他边有一个说明 比如说小孩的话 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 OK 那他这个地方的话呢 最后做完之后 按个这个清楚 这底下这两个按钮 是他写的 然后如果要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安排到 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按下去 他就自动 帮我把它排进来 而且如果是小孩的话 自动加上黄色 那至于怎么写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指定聚集 编辑一下 他的程式码就在这边 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他是怎么写的 主要是他的来源 然后呢 放在哪一个桌室里面 那主要因为他 他他他做的工作 应该是饭店里面 要帮忙排桌的 所以如果他可以快速的 做完这件事情 对他效率提高 是一定有帮助的 OK 可是问题来了 他最后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呢 最后呢 他做完这件事情 但是 那个 有个地方他做不出来 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框线问题 他框线他做不出来 所以今天呢 顺便 从那个 大型四算表这边 也许你可以把 那个我们之前的 那个 这个我想应该还有印象 上上礼拜的那个范例 里面有年跟利率 但是问题 我们没有加框线 那 类似于 这个范例里面 加框线的部分 这个是宴会排桌的范例 那要怎么样加框线 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动作 其实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要加框线的话 这旁边有按钮 当然你把它按下去 OK 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要加实线 就大概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加实线 又加红色的话 就会一直这样 或者你要实线 红色 而且是出线条的话 可以这样子 OK 那如果你要清除框线的话呢 那你就按一下这个清除框线 我们就完成了 那一般我是 特别是来翻译一下其他的有关VBA书籍 有关框线部分的话 其实讲的都没有很清楚 一般的书籍 但框线这部分很多书甚至没有讲到 那要怎么样快速的把框线 加在你指定的范围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 像实线的部分呢 只需要一行程式码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红色线的话呢 就再多一行 就两行程式 那出体的出体线好像再多一行 等于是实线 红色再加出线条 那清除框线的话呢 特别注意啊 清除框线呢 实际上呢 你有几种做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什么呢 框线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那怎么做 其实可以把框线拿掉了 其实也是一行程式就可以搞定了 那这个背后呢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什么 如果要加框线的话 第一个 你的范围 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因为你必须给它一个range 那也许我们从B3 一直到H的这个 记得是左上角 到它的右下角 H13 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你给它指定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range B3冒号H13 它可以帮我把范围先确定下来 就这个范围 那怎么加框线 实际上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框线里面呢 有一个物件 其实VBA里面呢 它每一个你只要做的动作 都有对应到一个这个物件 之前有用过来 比如说像范围就range 那如果你要框线的话呢 顾名思义 就是boulder 加S boulders 然后呢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属性 叫lifestyle 你把那个lifestyle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实线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它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非常简单 也就是你可以 要不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Visual Basic里面 把这个地方呢 增加一个 一个程序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程序其实非常简单 我这边叫做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 也许叫加框线 底线实线好了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里面的选项里面有撰写风格 把它改一下 12号字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需要加一个实线的话 框线 第一个呢 你可以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这个 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 记得一定是先加模组 再加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做 加框线 H底线叫实线好了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那我用一个比较直觉的 就是加了一个框线 底线 是要实线的 那怎么样加实线框线 非常简单 你打一个range 实际上这个蛮好记的 你也不用背了 他range之后 他会问你说 你的左上角的那个储存格 名称叫什么 那你可以给他自串 或者第二种方法 你也可以给他一个sales的位置 那我这边的话 用比较简单的 就是b3 帽号h 到哪一个 h13 我给他一个范围 第二件事的话呢 点一下 我要把这一个范围里面的一个物件叫出来 叫boulder 它的框线的意思 这个范围里面的boulders 其实你打个b 它自动会帮你把清单叫出来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有个lifestyle 其实打一个l 其实就会出来 lifestyle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它里面的那个 线条的 应该可以理解lifestyle 它的线条的样式 等于什么东西 后面的话呢 当然你要给它一个是 直线的那个参数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知道直线的参数 有个简单的方法 记得在lifestyle上面 你按F1 其实呢 在vba里面的撰写 我是还蛮建议 大概至少 懂了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点下去 它会提示 那不外乎呢 有一些 参数 比如说后面 这个直线 实线的这个 参数你不会加的话 你可以记得 在那个lifestyle上方呢 按一下F1 按下F1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出一个说明 不过第一次执行会比较久一些些了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lifestyle 就是说呢 你的线条样式呢 该如何加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当你不知道加哪些lifestyle 我刚刚是在这边 按F1 跳出来 它会有一个 一切有说明 这一招其实还非常管用 其实很多 很多地方 我基本上没有参考别的书籍 我大部分都参考官方的 因为官方本来就有一些 说明档给你的 你就照着官方的 这个说明 你给他要的东西 保证正确 有的时候你还去 拿别人书不见得 有的时候可能还乱不出来 那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lifestyle 各位可以发现 在这个可读写的 lifestyle这边 它这边可以有一个 蓝色的字可以超连接 点击它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 lifestyle列举 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连续线 实际上纸就是实现 你可以给 这个 或者是给1也可以 那不过 我是比较建议你用这个 这个名称 因为你如果把它放后面 你不要看得懂 但是如果你给1的话 它结果也是 也是会是那个实现 可是你会 以后你回头来看 你会看不懂 说到底这1是什么意思 我是建议你用前面这个 这个把它怎么样 复制一下 OK 那至于说你以后要虚线 你就用这一个 如果要其他的线 有没有 双线 这边就有XL Double 你用把它实现 按复制一下 然后呢 这个可以关闭了 再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再加个按钮 当你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有没有 直接马上加上去了 所以其实在 使用那个Bolder物件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比想象中还简单 那当然一般的书籍 我看了有些书籍 它是教什么 它是用录制聚集 录下来的东西来修改 我发现 你们也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它那个录制聚集下来的 那个Bolder 哇不得了了 一大堆的程式码 其实才设定一个 你可以发现 同样的动作 我们一行可以搞定 那个录下来聚集 我印象中 好像至少十行程式码 OK 那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呢 你可以用理解的方法 你不要用背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范围 给一个Bolder LightSight 按F1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等于什么 OK 那这个就是直线 再来的话 要加红色的话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个下面 也许我在复制贴过来 实现再加一个红色 那我只是在下面加一个什么 一样是点Bolder 只是加一个什么呢 Bolder的什么 Color 所以呢 我这边选一个Bolder 点Color 所以在后面再加个点Color 等于什么呢 前面我讲过 如果你要想到颜色的话 请你想到RGB 红色的话记得就是255 豆点0 豆点0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了 RGB三个颜色 那这样子呢 你把它执行的那个红色 实线加红色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旧的线条给盖过去 加上实线 并且加上红色 而且会两行了 对不对 那最后的话呢 粗细的话也非常简单 最后的话就是什么 多一个叫做 叫Wave 点什么呢 Wave 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 你记得 位置 很奇怪 这感觉好像是一个体重 不过你记得它的属性 那后面的粗细呢 如果记不起来没关系 在位置上面 按F1 这边就会有粗细的参数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最细的 适中的 粗的 细的 所以是 应该最细的应该是这个 所以是这个是最细的 最粗的是这个 所以我把这个 把它复制 贴过去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知道 我粗细要怎么加了 所以基本上呢 以后你想到Bold的啦 就记得三个就够了 我想 VBA里面呢 你要用到 那个框线部分 只要记得这个范例 三个大概就可以做出来 把它执行一下 它除了会实线 还有红色之外 也会是出线条 当然不见得你也要出线条 你可以总共有四种选项 你自己可以再去调配 最后呢 是把那个框线给拿掉的话 非常简单 把实线后面的等号 把它改成什么 没有 所以这边后面的话 等于什么 XL打一个NUM 特别重要 这个是XL Excel的缩写 XL NUM OK 好 清楚的话呢 就直接按下它 你会发现 它的框线呢 就会马上消失 OK 所以最后做出来 就再加四个按钮 加实线 实线红色 红色再加一个粗 然后呢 最后把它清除掉 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是因为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觉得它的问题 其实非常好 它会自己先去实做 然后衍生出 它做不出来的 所以 我们重点是放在这个后面 那至于 它这个怎么做的 如果有兴趣 同学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会把 这个部分的概念 转移到我们的第一个范例 大型四串表里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下年 假如我输入的是十年好了 按确定之后 我会希望呢 它也会自动帮我把十年的这个范围 包含利率的范围 自动加上 实现红色好了 红色的实现 OK 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变更的 比如变成五年好了 那同样的 我也可以把 我不要的框线先清掉 然后呢 再加上我要的那个范围 所以其实 这个部分呢 应该跟刚刚是有延续性的 有没有 只是难度又增加了 OK 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 今天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范例理解的话 基本上以后你遇到框线 在VBA里面应用 应该就足够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有关框线的部分 框线部分 试试看好了 最重要就是说那个range 这个范围给它 后面加一个boulder 你不用背 你以后就点下去 点下去它会自动会跳出那个boulder的那个名称 那你不用背 你就点下去用选的就好了 OK 我觉得你就尽量去体验 我觉得在那个VBA里面的开发环境 这个部分是还蛮friendly的 因为在比其他工具 其他开发环境 你说像什么开发 像类似 现在比较红的 比较夯的像什么python 或者是R 或者是java等等的 在开发工具里面呢 VBA这个部分算是 它比较 我觉得做的比较成熟 因为它等于已经帮你把需要的那个 纸物件 或者是属性啊 方法都帮你列出来了 另外说明档你要习惯 以后如果那个 比如说lifestyle 你不知道 记得 试着按一下F1 它的说明档就跳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贴心的一个部分 虽然说它那个说明档 写的真的是 不是说 都能够让一般人看懂了 但是你要慢慢习惯 那个东西其实真的不是要让你看懂的 因为它其实 就是写给工程师看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请 云端上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就是云端 里面的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入门 入门里面的那个 入门里面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那个入门 然后应该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有个叫宴会牌桌 刮虎框线物件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应该里面应该你们看到是两个吧 一个是档案 一个是程式码 程式码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里面就是我刚刚写的那几段程式码 哦